感恩师兄的推荐 今天来宝山寺了 远碳大金塔 七元金塔 旁边也是一条河 买个消化券 只收现金 师傅 还带消化券 谢谢 香花券平时十元 除以十五是五元 请向在那边 这边是老的寺院 山座殿堂 后边是新房的 就这两座殿堂 两座殿堂 里边是谢绝参观的 我们就不进去了 宝山寺 匾鹅是寺院的主持 十两大和尚 鸡鞋 最近老是被猫狗嫌弃 紧致歇 来宝山寺主要是看它的建筑 了 钰鞋鞋 这个年初一人流量比较大 这边是做一个缓冲地带 宝山寺的设计者 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的地址于中翘先生 这边是古楼 那边是钟楼 天王殿 天管弥勒祥 斯拉天王就在他的身边 而不是我们平时看到的 在殿堂的两侧 委托大师 天王殿两侧有两座石雕 陀罗尼金虫 雕刻还是很精美的 古楼里供奉的是虚空藏扑上 大胸导殿 弹眼5.0 上面是金翅纹 好多硬币啊 大雄宝殿里面供奉的是华严三圣 嘉舍和阿难两位尊者 华严三圣的后面是巨幅的海绘云集图 这是上海知名画家蒋云仲先生 耗时5年创造完成的佛教油画 这个雕刻的太美了 这好像不是雕的 佛光 看来红花林木跟大玻璃很大 这还有一口大缸 宝山寺的栽堂之前一直不对外开放的 现在疫情算是结束了吧 不知道开放了没有 栽堂 我记得是梅花 有花咕咒了啊梅花 应该快开了 那些宝殿后面这种建筑是长津楼 是不对外开放的 非洲红花林木这个光子 一当镜子用 这个设计还蛮有意思 防雷车 对于这种纯木结构的建筑防火非常重要 微微曼小钟挂在了一起 沐浴这里都敲破了 这个锁门栓的头还挺有意思的 这边是药师佛殿 里面供奥师佛 旁边两位邪式菩萨 日光菩萨和幼光菩萨 时光陶嘴 观音殿里面供奉了一尊自在观音响 来了几次了都很遗憾 东边这个奇缘我们进不去 没法近距离的观瞻这座奇缘金塔 这上面还刻着字 什么字 这么看真的看不清楚 到处都是镜子吸烟的牌子 木结构的建筑防火很重要 宝山镜寺 它应该是一座净土中的寺院 这个应该是金塔的说小把 做抗地镜试验用的 看一下这座塔 今天风也不大 听到风吹凌冻玉耳的声音 路面这个园子还是很美的 有小桥流水 桃塔 凉亭 甲山